恩典在路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在利百家这个圣经人物身上 我们来学榜样 也学见解 利百家的个性非常开朗 非常积极勇于认识 很喜欢承担 因此他可以进到这个祝福里 同样的一个个性 而这个个性 如果不能够发展在上帝的心意当中的时候 常常也会成为裂缝 在这个家庭当中 除了昨天我们和大家分享 因为父母亲各自的偏心 造成兄弟之间的裂缝之外 还有一个裂缝 就是做这个丈夫的人 以撒的软弱 丈夫的软弱 使得妻子不得不强势起来 有的时候 我是个男人 很多男人觉得 我最受不了强势的女人 但是一个妻子会那么强势 当然可能有她个性的特质 但是恐怕 丈夫难辞其咎的是 如果碰到问题的时候 我不起来承担 最后的结果就是女人要出来承担 而她承担一次 承担两次 承担三次之后 她就瞧不起你 然后以后她就觉得 你不行了 你走开 我来 所以在我们做男人的人 当我们指责这些女人强势 压过了 那同时要先回过头来看看 我是不是一个肯承担责任的人 以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以撒承袭了他爸爸的那个软弱 就是碰到问题的时候 躲到女人的背后 你知道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 有两次遇到了重大的难处 他就说 我的老婆 他不是我老婆 他是我妹妹 任凭别人把他的老婆抢走 碰到问题就躲 碰到问题不肯起来承担 碰到问题不能说 这是我的家 我是个男人 我是个头 我起来护卫我的家庭 他不是一个护卫 保护他的妻儿的一个男人 碰到问题他就躲到后面去 以至于女人必须站出来 女人必须起来承担 而以撒同样的状况 一方面我们真的提醒 爸爸妈妈不要任性 我们个性 我们生活当中的破口 如果不去读起来 将来我们的孩子会有样学样 这是我们华人喜欢讲的 有样学样 就是我看我爸爸怎么样 我就跟着学 圣经里面这么明显的一个样 就是亚伯拉罕跟以撒 亚伯拉罕两次碰到问题 躲到太太的背后说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躲在后面 而他的儿子呢 我相信他的儿子也会觉得说 我爸我猜他虽然那个时候 可能他还没有出生 但是他一定也听说过 我爸爸这种略迹 一定佣人很多人都看见了 罗德的人也看见了 罗德的媳妇也看见了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我猜小以撒小的时候 也听说了很多爸爸这些事 他恐怕也觉得 我爸爸这样不对 但是当他自己面对一个 冲击困难的时候 他没有一个榜样 碰到困难的时候 男人应该怎么样站起来 承担责任 面对问题 保护我的家庭 他没有这样的榜样 他里面可能当初也笑 我爸爸怎么会这样 可是同样碰到 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我不想像我爸爸 可是要怎样呢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看过别人怎么做 所以呢 一样 跟他的爸爸一样的反应 以至于 这个男人遇到问题的时候 一样说 跟他太太说 你就说你是我妹妹 然后呢 别人如果要怎么样 你会保住我的性命 别人不会因为你杀我 一样的情况 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想想看 这个做太太的人 怎么会瞧得起她的丈夫 碰到问题 你不保护我 你还把我推出去 还要叫我去换你的平安 这个太太怎么会 瞧得起她的丈夫呢 如果她瞧不起她的丈夫 我相信接下来 很多的事情 立白家就会说 你走开 我来了 爱妮你不行了 你走开了 哎呀你做不了的了 哎呀你到旁边 你去吃东西就好了 她就那么爱吃 我真的相信他们家里 她太太常常说 你去吃东西啦 但是这样的结果 养成一个 做妻子的人 在这个家里 变成头了 如果这是我们的家庭 我求主光照我这个做男人 光照你 如果你是男人 会不会是因为 我不肯承担 我的逃避问题 使得我的家中 那个头的位子 异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